撒姆尔记下第十二章 耶和华差派拿丹去见大卫 于是拿丹来到大卫那里 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 一个富有一个贫穷 那富有的有极多牛羊 那贫穷的除了买来养的一只母羊羔以外 什么也没有 那小羊在他家里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 小羊吃他的食物 喝他杯中的饮料 睡在他的怀里 就像他的女儿一样 有一个旅客来到富翁那里 他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 取一头出来 款待到他那里来的旅客 却取了那穷人的母羊羔 款待到他那里来的客人 大卫就非常恼怒那人 对拿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事 做这事的人该死 他必须四倍偿还这羊羔 因为他做了这事 又因他没有怜悯的心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我高丽了你 做以色列的王 把你从扫罗的手里救了出来 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 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怀里 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是还以为太少 我还可以多多加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 行他看为恶的事呢 你用刀击杀了赫人乌利亚 娶了他的妻子做你的妻子 你借着雅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 所以从今以后 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 因为你藐视了我 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做你的妻子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要在你的眼前 把你的妻病拿去赐给别人 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与他们同床 你在暗中行了这事 我却要在所有以色列人面前 在光天化日之下 行这事报应你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了 拿丹对大卫说 耶和华已经除去了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事 使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定死 于是拿丹回自己的家去了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 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他就害了重病 大卫为那孩子恳求神 并且进食 他进房里去 中夜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侍从 站在他旁边 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 也不与他们一起吃饭 到了第七天 孩子死了 大卫的臣仆 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 因为他们说 看啊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们劝他 他尚且不听我们的话 现在 我们怎么能告诉他 孩子已经死了呢 他会伤心欲绝的 大卫看见他的臣仆 彼此低声耳语 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 他问臣仆说 孩子死了吗 他们回答 死了 于是 大卫从地上起来 洗澡 抹膏 更换衣服 进耶和华的店去敬拜 然后 回到自己的宫里去 吩咐人给他摆上饭 他就吃了 臣仆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你为他进食哭泣 孩子死了 你倒起来吃饭 他回答 孩子还活着的时候 我进食哭泣 因为我想 也许 也许 耶和华怜悯我 让孩子可以活着 现在 他死了 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 我还能使他回来吗 我要到他那里去 他 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大卫安慰他的妻子 巴士巴 进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睡 他生了一个儿子 大卫给他起名叫 索罗门 耶和华也喜爱他 就拆派拿丹先知去 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给他起名叫 耶底底亚 那时 约压正在攻打 亚门人的拉巴 攻取了王城 约压派遣使者 去见大卫 说 我攻打拉巴 已经攻取了水城 现在 请你聚集其余的人名 安盈攻打这城 把城攻取 免得我攻取了这城 人就以我的名字 来叫这城 于是大卫聚集所有的人名 向拉巴进军 攻打那城 把他攻取了 大卫从他们的王的头上 夺取了王冠 王冠的金子 重三十五公斤 上面看有宝石 人把这冠冕 带在大卫的头上 大卫又从这城里 带走了许多战利品 又把那城里的人名 带出去 使他们用锯子 铁把 铁斧 做工 或使他们在砖摇服役 大卫对待 亚门各城的居民 都是这样 后来 大卫和众人 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大卫和众人 大卫和众人 大卫和众人